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有民俗风格概念式的专辑 现在这条歌比较没有我刚刚讲的那种状态 先给你们一点小菜 待会再听听他们的很猛的 我 想不安 哪会不对你来去 你敢有 过来的 青江的日子 冬天 水冷清清 家里 真有我们真心 三千户 万一惊惊 你也有狗言 你 回来那一天 我们 会在面前顶 生命听 啊 恰恰 初老几尊几尊 你是青江啊 你是好点 是口温 是口温 你 咱枇嘢 你哭 在那黑里 巴荒 叫我哭 叫我們 洗啊洗 燈啊燈 你 回來那一天 哪裡是人的村子 從封面開始就感受到一些民俗性 他們就放了很多民俗風格的插圖在專輯 有路 小時候 我在家裡便宿看過青春老去做的故事 眼睛緊緊 讓我看 只不說話 當我叫阿嬤來的時候 就看不見了 我們家 站在面上的灰燒針 是風吹燒針的所在 野館 露館 露餐 最老馬 也是好野 都想起地中的架性 野性 孤婚 每天小小便的阿伯 阿伯 都留在家裡 都留在家裡 開轉圈的書記 那時候 我常常打空面書 對大到 小鬼的枕頭 這是 枕頭 是架性的事情 阿伯 枕頭 是壓性 放五分的順序 說驚是會驚 但是更多 壓性和五分 都是鎮腳 自我生身有的 這是像夏後 高雄的歌 夏後 灰燒針的歌 夏後 所有太難五分的歌 沒錯 這段專輯 就是一直在講話 因為它有很多的故事 想要告訴大家 在我們枕頭的幾號 有住在羅漢 它是蠔爺的既生 也是我們 我比愛去接命 十八月的那年 夏後的羅漢 在我家裡 發生蠔爺 從一百年後 一不時 就在看到蠔爺 變成蠔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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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蠔爺 在手上看 蠔爺 對小人羅漢說 羅漢 羅漢 你如果不願意做蠔爺 這次人 就要來做羅漢 因死 沒辦法交代 你以為就這樣子而已嗎 他還沒講完 很多話要說 這是莊腳 我主說 就對他來講的真理 莊咖人 鑽爺 是不便的山 來山島裡 有一座幾號 在幾號裡面 最親最親的地方 我們無法到高的地方 就是蠔爺所大 把蠔爺的人生 還有一場 看得到很爽的味 它是爭的頭 和這批山水鐵爺的創作心 也是代表翁身的心 也是愛情的味道 第三個 頭髮後面的時候 他就住在每一堆頭的中 每一個年輕人 但越越難 越越難難 都會走過他的廟口 叫他保併他的愛情 有靠一條街口 真理的人 都叫他回航 當然他們會搭配著歌詞 搭配著歷史的情懷 我聽說 踏踏萬千五十條 火香的去過 青青紅紅走去廟口 雙手香火山 看著他站在門口 漸漸看過臉紅紅紅 當天會想 唯一遍阿爸 這張專輯呢 有這麼多的故事在裡面 我相信很多人在聽的時候 可能會直接跳過 一曲書情開始 一直叫改樣 在我們曾經有這條橋 雅關順順的時尊 都會對那條橋過 雅關順順 雅關順順 就是他的專輯要難唸 雅關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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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這些故事呢 可能在 比如說串流平台 大家就發現說 就只有一分多鐘 就把它跳過去好了 或者是說 不會再點第二遍來聽 可是聽CD呢 有一種強迫 對不對 你play進去 他就一直放一直放 一直放 依照順順 就把它聽完了 蠻好的 是跟人欣賞的所在 有人說 以前 我讀到回修 這個陣頭 想到不去 是因為帶大的關係 這兩個風聲 全都有影響 住在那裡的人 是一群 有路無處的人 讓人拍照在那裡 野館 跟安慰 跟照顧 在那裡 自由主宰 無邊還沒聽 那些數量輕人 野館 都會帶他們來過救 威威到來的 民間的故事喔 再加上好聽的伴奏 還沒有結束喔 阿欽 阿欽 我知道 你是不會再回來 我又聽到 你在家裡 比較有鬼魅的聲 那天你回來 整個辛苦轉轉火 行鎬的火鎬 很怕人 你趕在床上 你在哭 那天 那天 我就知道 你不會再回來 我們 我們的房子 有一個人跟我說 看到阿爸 騎在旁邊 站在旁邊 那天 我還知道 你是永遠永遠 不再回來 我不是以前 那種高潮的女人 你那肯定的皮 我又看 雙重會用三千塊 我已經害了 你都辦廚房 出來大大小小 現實是 都平安平靜 我想不到 我們的當時 才不用怕死 在機關親口 阿欽 傷心肅 就在感人 一路平安 哦 所以啊 聽這樣專家的時候 有一種錯覺 感覺自己好像在聽一個 有聲書的感覺 因為講的真的好多哦 真理有許事 有蠔蛤 做為 勘搶新人 今天 就要更憤怒 蠔蛤輕聲小小 好發到幾項 無憾聽到了 他帶著酒坑的腳步 跟水鬼 做火來吃酒桌 就像我 山頭上的野館 也聽到了 他帶著住 人 分到高潮 說過過久 過氣重天 流來滾滾 笑點腳步的三公 也來花心開笑 在這裡 現在的人 和過氣的人 牽手好改 他說他不對 我說我錯誤 這是來自嘉義的故事 夜觀尋常的文本 是生自遺棄之神 夜觀的小說 按照嘉義 民雄火燒莊的 過去的事情 轉化成小說 又轉化成歌 所以 他是跟嘉義 有連結的 在地的故事 又是民雄 民雄不是只有鬼屋 還記得你剛前面聽到的那一兩首歌嗎 跟這首歌 都是來自同一張專輯 風格相當不同對不對 所以我剛提到說 這張專輯其實有很多民俗的聲音在裡面 包括契樂 包括了 與惠 故事 還有背景 一直遷旋 然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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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走水落 逃亡大雨啊 趁了旁啊 吹吹 吹吹吹的水雨啊 咱不冠世 是不是很酷 台灣真的有好多不同的音樂人 歡迎回來 聽完了很民俗的莊咖人之後 來聽聽西洋老黑膠 這位歌手是米利傑克森 我們都聽過Michael Jackson 還有很多很多的Jackson 這個米利傑克森我還真是不知道 後來在二手店看到他的雙疊版的live的演出 沒錯 我最喜歡live的黑膠了 這是1979年的8月14號洛杉磯的演出現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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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接下來這位女歌手 她是Conny Francis 不過我買到這樣黑膠的時候 我又本人默默的倒吸一口氣 驚為天人太開心了 為什麼呢 聽眾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非常喜歡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歌手的作品 包括像剛剛講的live的演出 會有一些驚喜 還有很多歌手在那個時代 他們都會跨語言的出唱片 跨語言的意思就是說 偶爾來一首是嗎 不過這個很厲害 Conny Francis這張唱片呢 這張唱片比剛剛那張貴一倍 為什麼 這張唱片呢 這張唱片呢 大概也是三位數 400塊上下 那為什麼我這麼開心呢 你聽到這首歌 Qu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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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張專輯 Conny Francis這位老牌歌手 全部唱的都是 意大利文歌 怎麼那麼有預言天分呢 怎麼那麼有預言天分呢 當然裡面還是穿梭了一些英文啊 當然裡面還是穿梭了一些英文啊 但是就是來自意大利的一些經典歌曲 這張唱片呢 是來自桃園的一家二手唱片行 加上唱片行 加上唱片行 有個特色 他們通常都會在封面呢 附上一張小的影響紙 告訴你說這張專輯的特點 亮點是什麼 不過這一張那一角呢 他都沒寫什麼 他直接寫了他的英文名字 然後寫說 Cony Francis sings Modern Italian Hits 是一個Studio Album 錄製成為 Amerika Entertainment 之類的 沒講什麼 好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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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麗的唯一 我們奮了愛 快要玩 現在要唯一讓我們 唯一唯一 A rivederci esco dalla tua vita Salutiamoci A rivederci Questo sarà l'addio Ma non pensiamoci Con una sleita di mano Da buoni amici sinceri Ci sorridiamo per di A rivederci A rivederci A rivederci Visit Itali 很长耶,我直接跳到最后一行 I just know you will come to love this song as much as I do OK,我看到英文就是很頭痛耶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了 上輩子可能被英文打到這樣子 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孩子從小呢 為什麼叫Daddy教出來 你們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不是叫爸爸交出來呢 我的hashtag是一開始就是設定daddy 我希望他從小就要有 一些些英文的練習 但是發音daddy跟爸爸感覺很難 差很多 我的天啊 我從小到小來 都從小說 我到小就像在那一天 我的天啊 很合得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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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 我的天啊 說實在我們真的是不太知道 意大利文是怎麼排列組合 或是哪一段是很地道 或是他唱的其實也不標準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吧 但過多少大家都聽過 比如說O Salomeo 這種經典 Qu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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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也是在國際的音樂市場上面 相對各位比較熟悉的吧 Anyway 這就是一張 Cony Francis的那個時代的歌手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唱了一張 意大利流行歌曲的旋機 黑膠老唱片來自那個時代 你要想想他從某一個人的手上 到了台灣 到了桃園的張大濤二手黑膠店 現在這個店在北流也有分店 然後再到我的手上 中間到底經歷了什麼風霜 到底經歷了多少主人 然後帶著那個時代的聲音 走到了飛碟電台 各位聽眾的耳朵前 或者是你有機會也把它買回家 在你的客廳一定會有不同 很時空錯亂的場景出現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音源 聲音的來源 我會比較堅持要放黑膠 假設我擁有的話 假設我沒有的 那我當然也沒辦法 或者是有些作品 它在發行的年代 它已經是CD時代了 比如說流行歌曲 大概到了千禧年前後 90年代 你說像徐懷玉這麼紅的歌 當年的什麼妙妙妙 我沒有辦法放黑膠版 因為它就是CD發行的 但如果能夠找得到的 如果能夠有的 那事實上有些時候 我家裡可能還有兩個版本 就是有CD版 也有黑膠版 以前先買了CD版 後來才覺得黑膠音質 各方面都更有feel 那我到電台的時候 我通常就會選擇帶黑膠來 比較重 但是比較有味道 再來一點異國風情 這個人的唱片 也是你必須擁有的 真的 安東尼奧卡洛斯球兵 來自巴西 他是很棒的創作人 也是歌手 鋼琴加吉他手 他從1927年活到1994年 在他過世的時候 很多人還是說他英年早逝 其實19427 也不能說非常非常早 我們可能說英年早逝 或許是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但是他確實是很有貢獻的 大家會說他是Bassanova之父 所以你說他的唱片 你能不多多少少收一張嗎 你能不多多少少收一張嗎 我們先來聽個新歌 待會再來播給你聽 而且是用老黑膠播給你聽 新歌也同樣來自一位非常有韻味的 有底韻的創作者 過去他叫張璇 現在他叫安璇 這世界如此美好 到人們竟害怕擁抱 當你微笑即是一個宇宙 驚險的病與往轉逃 還覺得需要 還以為自由就是苦惱 哪怕又說有人又看見了 蒸放多少心氣躁 再給我一秒吧 再給一秒 這世界即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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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想不願意 這世界即將美好 這世界即將美好 和美好 與美好 這世界即將美好 這世界即將美好 也因此 我來賺來賺 和美好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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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